我们看 pd3 2016 set e 在这一边摸杀买的一间物质 12万 然后市价增加 每年增加18% 一年后呢 他卖146,000 146,000 然后他问 这个是比市价高 还是比市价低 所以我在这一边 他市价增加了18% 所以我的100%加18% 会变成原价的110% 所以我的这一边呢 我就可以找到我的那个市价 市价就是market price 是120,000 乘以百分之110% 所以我在这一边 1200,000 乘这个118除100 所以我拿到的是1416,000 所以他市价是这么多 1416,000 当然我也可以用12000 乘1.18 一样的答案 一样的答案 然后在这一边 他的他卖多少 这么多 然后他更高吗 所以这一个 这个 RM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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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 他的那一个 是 selling price 是RM146,000 大锅 RM141,600 OK 然后我们也可以少出他的difference 是RM146,000-RM141,600 这样他就RM146,000-RM141,600 所以是4400 所以是4400 4400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总结 OK 他的那个 Selling price is higher higher than the market price OK 这样 所以他 币他多 OK 呃 is RM144,400 higher than the market price so 在这一边他比他多 然后比他多多少 我习惯上老师的那个题目问 他比他多还是比他少的时候呢 我习惯上会找出多多多少少少多少这样 而不是只是纯粹的比较哦 不要多 不要多 就是这样而已 不要少这样而已 我习惯上还会讲多多了多少少少了多少这样 我习惯下来 我习惯下来 我习惯下来